各位Vogue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Vivian周慧敏 保养方面就是 其实我觉得 心情心态很重要 能够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也是非常重要 记得我小时候其中一个梦想 除了唱歌以外 就是想长大以后当一位画家 跟专业是非常大的距离 但是我能够找到 以前画画那个状态 那种开心 真的是蛮难的 因为有一天在整理家里的东西 找到中学里面 画水彩的一些画具 然后就开始重拾画笔的生活 那几年我记得我每一天都希望 可以有点空间去画画 也有参加一些比赛 就是一个画画老师 他突然间把我一张 其实说就拿到一个比赛里面 就参加 最后很意外我得了一个名字 好像对我自己的这个兴趣来说 都是有一点鼓励这样子 我觉得我跟猫都没有分彼此 就是他们也好像人 我也好像猫一样 自从养了猫以后 我觉得好像给猫训练 猫是比较有他们的性格 猫是非常有自己空间 很自我的一个小动物 所以最后都是那些养猫的人 反过来改变自己的一些 调节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 然后做到一个跟猫可以冰唇的空间这样子 我平常以前就很难想象我到洗手间都要开门 现在我的猫就是我到那里去 他们都不让我关门这样子 所以我洗澡啊 在用厕所啊 都需要留下一段缝他们可以进来这样子 就是没有可能是没有自己的空间 其实我告诉你啊 我开演唱会的时候 我根本不会觉得很饿的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需要吃东西的时间 所以他们强必我要吃一点点才可以上台这样子 所以我记得在去年香港演唱会私场 每一天晚上我都会吃四汤匙的白饭 然后就觉得很足够了 就可以上台了 可能啊台湾的便当 那些便当呢跟香港完全不一样 香港的便当 不能跟台湾的便当比较 所以我以前记得我上通告的时候 也非常期待吃便当的时间 非常享受 然后台湾菜也是很好吃 牛肉面 那个汤和面 我也很爱吃 因为我不吃牛 所以牛会送给我的朋友 然后我就吃完那个汤面这样子 都是我在台湾常常爱吃的东西 我记得我在等一个人咖啡的时候 要来台湾做宣传 然后他们就说 欢迎你回家 哇 我真的看到就非常感动 真的 他们没说错 我每次来台湾 因为可能工作人员公司 上下台前 幕后 fans都是对我 是太照顾 真的 接受了他们很多爱 到现在 所以 在这个阶段 能够把三十周年的演唱会 能够带到台湾 才没有遗憾 就好了